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冬至的晚上 我們就承接上個星期的余世 就繼續有這個HeHeHe系列的 因為我們由上個星期四開始 每晚都是有我、劍和加多個He 三個He 你這個新朋友 這個你沒見過的 我有一面之緣 但訪問在流動直播車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2014年做了一個大回顧 這個月 其中一個很大的系列 就是所謂的下一代議會路 我們就很想 也很喜歡 找回一些所謂政黨的第二梯隊 或者第三梯隊 就給各位選民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都覺得 我覺得不只是泛民的 就算是建制派 我想你都要告訴全世界知道 你們是有能力換血的 那你們才是一個 值得他們選民長期支持的政黨 說了這麼久要介紹 就是我們有 自由黨青年團的團長 叫做 主席 就是李子敬 Hello 大家好 祝大家冬至快樂 那就 冬至也祝你上來了 找一下李子敬上來 有幾個原因 第一 我們都很想知道 下一代的政治人物怎麼看 第二就是 他那個黨 尤其是 在你做訪問的時候 都沒有發生這個 田先生 田北俊被 撕柴 你可不可以叫撕柴呢 應該都是撕柴吧 他忘了自己是 全國的 政協 政協的身份 太多身份 這件事件 那會不會都影響 自由黨的下一代 怎麼看呢 李先生 都應該跟田少爺 都是類似的 都是敢言派來的 田先生 好看李子敬 都在星期日的時候 都在一些電視節目 看到你 你的言論都非常惹火 也都很得到網民支持 第三就是 一邊邊 我有三個原因 第三就是 我看到自由黨 在田北俊 無法做全國政協之後 反而是很積極 出街牌招攬黨員 好像特地引多了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 招募的行動 因為其實自從 那件事發生了之後 田先生的Facebook 無論是自己的個人帳 或者是他的專頁 那個讚賞的人數 基本上是幾何級的配升 為什麼你這麼清楚 你管理的 我有份去管理 Content就不是我貼貼的 其實田先生的Facebook 不是田先生的 他自己用的 但你又有份管理 我是管理他的朋友 例如別人有朋友的請求 我們Machep 你不是完全理解 田先生在網路上的社交生活嗎 都理解的 即是有哪個ad他做朋友 對 哪個blog了他 我們最近留意到 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 很多ad他 其實都是黃絲帶的朋友 因為最近 你都很容易看到 一個人的政治取向 你和一個人的profile pic 其實已經可以略之一二 對 profile pic 你都相信 我的Facebook 有很多profile pic 那些媽媽的狗狗 難道是那些媽媽的狗狗跟我聊的 是的 那 事件發生了 到現在都 差不多一季了 差不多一季了 那 你那個 自由黨 那個 吸收黨員的變化 是怎樣的 是否都是幾何級上升呢 其實 過往這幾年 我們那個黨員那個composition 可以說是有一個幾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有 譬如2004年 我們當時的立法會有十個議席 那當時很多時候 一些黨友 就是一些重量級 可能工商界 或者是一些專業界別 都是有一些社會影響力的人士 那 自從譬如2008年 我們選舉失利之後 冒異是有一部分這些人士 是有一個退黨的情況的 但是呢 我們留意到2008年之後 就是我們捱過了 那四年 只有三個立法會議員 在議會裡面 去到2012年 我們有五個議員 可以重返議會那裡 其實我們那個招募行動 在2012年之後 特別是田生 入回議會之後 其實那個入黨的人數 是 可能外界不清楚 但是我們一直是有增長的 甚至乎是 填補很多退黨的人士 但是當然 現在入黨的人 其實跟過往入黨的人 那個背景會很不同 現在入黨 其實多了很多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可能未必就是佔領那一批 但是他們通常進來都會說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就是支持香港發展的 但是我又好像不想入 一些很傳統的深建制派 就是他們覺得我們在這個 政治光譜上面 有一個比較中立的位置 那他們是吸引到的 我直接問 如果有個人面書的 profile picture 就是那個死方格 是黃絲帶的 那你會不會收他 做自由黨黨員 我們其實有 我們很好笑的 我們自由黨青年團 有一個WhatsApp Group 那就是有很多 黃絲帶都做得自由黨 我們其實 自由黨 這個比較中立一點的立場 是吸引到 在政見上 南緣不設的人 同樣加入我們 我們在一旁 是有一些 不是支持佔領 是直接佔領的黨員 或是自由黨友黨員佔領 有 不是大家會認識的人 可能是普通黨友 但是另外 我們也有人 是下去 動手拆鐵馬的人 也是普通黨友 那你會不會把佔領的人 那些名單 交給動手拆鐵馬 他們大家 已經清楚大家 已經在群組裡 重點同台吃飯呢? 其實我們政治議題 就佔了我們 自由黨裡面 我們動了三條支柱 第一條支柱 就是政治的立場 就是我們 就是一個中堅中立的立場 另外一條支柱 就是一個經濟的立場 就是資源分配 社會福利那邊的立場 我們是右營 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進來 是幾乎有一個100%的共識 就是大家都是支持自由經濟 減少社會干預 減少社會福利的濫慾 第三條 也有少許分配的 大概八二波 就是這個道德議題 就是 分散點是支柱 分散就不是支柱 有個主流性 有個主流性 都是大概八成左右 哪些道德議題 哪些道德議題 譬如同性婚姻 這些性傾向條例 這些立場 我們大概八成人 都是支持我們去反對這些議題 只有兩成 可能是不同 如果很支持 其實都不會加入我們 所以我們就留意到 這三條支柱 有一個傾向性 那些人是這樣的立場 加入我們 那你說你的政治中堅 是什麼意思 中堅中立的意思 其實就是說我們大方向 是認同香港 需要和中央政府 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但是中堅中立 不是藍絲帶和黃絲帶都一起收 中堅中立是第二個意思 中堅中立是藍絲帶和黃絲帶 他都不認同才是中堅中立 那他進來 他進來 我們不會讓他進來 但是其實 你也明白 有很多人 那又說支柱 我明白 我們先聽我說完 有很多人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就某一個議題 有一些很強烈的感覺 譬如就佔領這個行動 事實上是令到我們的黨員 有很強大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去到很多其他的議題 譬如自由行 或者這些其他的議題 或者政改方案 通不通過 都好 他們又有不同的看法 那所以其實 總括而言 雖然是有不同的政見 但是其實都是相對於中間 不如這樣 我不是要去挑戰你 冬至流流 挑戰你做什麼 大家正在吃飯 聽這個節目 或者排隊正在吃飯 挑戰你做什麼 但是我一直都在釐清 因為自由黨 真的不怕得罪說 2004年和2008年 那個選舉期間 最大的失利就是 他們的立場太自由 即是不太知道你想怎樣 是不是 不太知道你想怎樣 那你現在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再清楚一點 你們其實想怎樣 我想最簡單 剛才問 藍絲仔黃絲仔 能不能進入 那你回答了 因為據我的理解 就是在2004年和2008年之間 那個調整 就是田生的選舉策略 都說關鍵時刻 會捍衛底線 會捍衛底線 但問題是 我們對於每一個 對於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不像我們這樣 每天都看著政治新聞 每天看著哪條標 上立法會 每天怎樣怎樣做 然後每次就看你們的投票結果 我不太知道田生的底線是什麼 即是他在說捍衛底線的同事 那他的底線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說不要緊 因為坦白說 這些都是老一輩 應該是李子敬女上 那上一輩不清楚 那上一輩又上一輩做的方法 那他要清楚 李子敬要清楚 其實這次這個佔領行動 所帶出這個社會的兩極化 其實是剃造了一個空間 或者讓人家更加了解我們自由黨的路線 因為一旦你有黃絲帶 另一旦你有藍絲帶 但是我越來越多 特別是一些中產人士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走來跟我們說 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非黃即藍 不應該是對立的 我又再問你一條直接的問題 你就會容易點明白 好 兩條 有第一條才有第二條 不是問你參不參選 但是你想不想做立法會議員 想不想 想不等於參選 其實每一個參與 不是每一個都會問你 我先說第一句 立法會議員 我先說第一句 可不可以直接一點 我們希望在不同的平台 可以有機會為香港服務 你想不想 不會計算他的經費 計算不想 我想現在的政治環境裏面 做立法會議員其實很困難 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所以這一個是一個目標 你想論壇不是這樣 對 你想論壇不是這樣 你想論壇不是這樣 為什麼對著我們現在這樣 你們得高望重 不可以這樣 李子敬 怎麼會 其實想和不想真的這麼難答嗎 其實這個我作為一個 例如我見到田先生 我見到一個長期學習的目標 是 我們可不可以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自己 在立法會裏面做事 有嗎 其實現在常常 我們現在都在立法會裏面開會 因為我們的流動直播 就是現在在立法會旁邊 你看著 看一看立法會 你想像你在裏面做議員 有發生什麼框架 政府會出方案 政改有第二階段自信 最後會有一個方案 提上立法會 如果你是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 未有得投票 你投贊成反對 我們自由黨已經說的是贊成 投贊成票 一定投贊成 其實那個簡單就是很簡單 那你怎麼跟黃絲帶解釋 現在 有一部分 未必是所有黃絲帶都一定是 反對去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特別是其實現在主流的民意 是超過一半 是支持 一個叫做 通過這個 就是先代住 通過這個政改方案 就是先代住 所以我自己喜歡用先走 因為先代住 我們先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 implication 就是這件事是不好的 我們先吃了 但先走了 第一步和最後那一步 其實本質都是一個progress來的 所以我希望用先走了 來形容這件事 即是你覺得這一步 即使有一半人覺得 應該先走了 但有一半人覺得 可能是走差踏錯 你們都覺得 走了才會好些 我自己有看法 對於這件事 是不是走前了一步 我們真的要先走了 先走了新聞 好 好 OK OK OK